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一月三十号的原事晚间新闻 欢迎收看小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凌晨五点开始全线双向通车 清晨三四点就已经开始有民众排队 第三十五届金碎奖 以及一百零一年度优良剧本奖 入围名单出炉 剧本奖二十八件入围作品当中 有两位原住民籍的编剧 在今年入围了 首先是跟您息息相关 也是攸关全国广大的劳工 跟军公教人员退休福利的年金制度 到底要怎么改 总统马英九终于在今天 在总统府召开记者会 他正式的宣布 第一阶段年金制度改革的大方向 已经敲定 就是未来劳工军公教 将多角少领延退 其实早在两天前 草案的内容就已经外流 就已经遭遇批评 尽管如此 总统马英九今天依照 依然是依照原定的计划 在召开记者会 依然表示政府评估 提出这样的草案 想要达到了目的 就是要维持年金制度 在未来三十年都要趋于稳定 而且总统马英九也表示 他本人在退休之后 他愿意放弃他的 18%优惠存款利率 总统马英九今天提出的 其实只是草案 抛出草案的蓝图 开始要广征各方的意见 最后还是必须在立法院 下个会期开议的时候 也就是大约今年的四月 把草案送进立法院审查 不过总统提出来的版本 就代表政府面对劳工 跟军公教的立场 已经引起批评 争议多时的年金改革案 正式出炉 马总统亲上火线 宣布改革朝向为 多角少领延后退休的三大方向 马总统欲请民众 能够体谅给政府信心 改革后政府挂保证 年金不会倒 也许未来的年金 大家领到的比现在的略少 政府挂保证 安心三十年 腾息下一代 考试院长关中宣布 公务人员退休制度改革草案 主要内容包括延后退休金 起支的年龄 从85至改成90至 其中有十年的缓冲期 调降退休所得替代率 计算基础以最后十五年的平均缓额为目标 退休所得基准 由本缝两倍调降到1.7或1.6倍 调整退辅基金提拨率 个人和政府负担 将逐步调整为各百分之五十 以及将调降18%优纯 未来合理的退休所得以不超过限制所得的80%为目标 但是84年7月以前退休 以及指领一次退休金者不予变动 我们要逐一年调降它的优存的利率 目标是9% 那么至于如何调降 是我们希望于五年的时间 就是四年到五年的时间 一步一步调降 由于年金正义已经引发行业不平 社会彼此对立 马总统当场宣布将放弃退休后的 18%优惠存款利息 也借此呼吁国人支持年金的改革方案 我未来退休之后 原来可以领取的优存的利息 也就是18% 我愿意放弃领取 总统强调这只是第一阶段的改革 不是最后拍盘定案 未来会广纳各方意见 4月送交利润审议 并予以制度化 每五年通盘检导一次 记者林选刘汉林台北报道 总统马英九今天这场记者会 是在今天早上10点半 在总统府举行的 而同一个时间 民进党主席苏贞仓 也在今天早上10点半 在民进党中央党部 宣布民进党版的年金改革蓝图 民进党强调 希望可以透过年金制度的改革 达到族群共存 劳资共融 拉近军公教跟劳工的 所得替代率等等 民进党跟国民党的版本 都遭到劳工团体 跟军公教人员不同的批评 继续要摘要几个重点 民进党版主张 公教人员逐步延长年金 勤领年龄到65岁 要跟劳工对齐 而劳保费的分担比例 民进党则是采行 雇主应该为劳工负担60% 而劳工应该负担40% 会您整理民进党版的年金改革方案的重点 针对官方的年金改革方案 民进党也同步提出社会团结模式的年金改革 民进党的版本的改革方案 希望能健全财务 合理分担保费 拉近各职业别的肌肤水准 如何使得全民觉得自己没有相对被剥夺 因此民进党主张 所得替代率维持在60到70之间 在军工教劳逐渐的缩小 民进党认为军工教及劳工的所得替代率 应该拉齐到70% 而受雇者和雇主分担提拨比例 也应该同步调整 军工教和劳工应该一致 针对马政府表示 年金改革未来将每五年检讨一次 民进党不认同 世界各国没有这样的做法 都是以待坚 比方说20年做一个周期 来做长期的收支均衡的一种精算 而不会让人民觉得五年后完了 又要再来算一次 又要再来调整一次 其实这样反而造成恐慌 而年金改革方案 预计4月底前送立法院审议 民进党立法院党团认为 国民党立委意见不一 下位级要通过 恐怕有困难 他五位提出来以后 到行政院院会 在送到立法院来的时候 会计快结束了 下位级立法院讨论到这个问题 有的话也是会有限 所以他这个东西都是假的 这是一个托运战术 针对年金改革 朝野还没有共识 未来送进立法院审议 还有一番角力 记者林夕林国黄台北报导 的确国民党跟民进党的 年金改革方案存在着有差异 劳工跟军公教团体都各有批评 总统马英九今天召开的记者会 说明国民党方面 面对劳工跟军公教 年金改革的基本精神 就是较多零少延退 很多观众朋友耳熟能详的 18%优存利率 也即将随着年份逐年递减 最低要减到9% 不过公务员也有收入高的公务员 收入低的公务员的差别 对于最基层 每个月月退缝 就相对少的退休军公教来说 有人的确退休之后 就是靠着18%的忧存福利过生活 现在18%的制度将被改革 有酒病卧床的退休公务员 还有家属感到很焦虑 即便是在军公教当中 不同收入的公务员是不是应该进一步分类 或者只能采取齐头式的平等呢 在大多经济弱势的原住民族公务员里面 也有不同的看法 现在什么都让你们痛苦 18%又没有了 慰问金又没有了 我们怎么过 陈妈妈无奈的对退休教师的先生 告知年金改革的消息 重度重风的陈爸爸反应激动 担任国小教师的陈爸爸 从事教职37年 92年退休后 不幸因高血压上升导致脑溢血 躺在病床上已经三年多 必须依赖看护全天候照料 一个月的所有开销将近5万元 原本有18%的优惠利率 还可以应付支出 现在年金制度将有18% 降为最高9% 陈妈妈开始忧虑了起来 同样是退休教师的麦成山 现在是部落的陈一家 他表示当初因为政府提供优惠的福利 所以才努力读书 好不容易考上教师资格 并且作育英才三十几年终于退休 可以放心的从事自己喜欢做的陶土艺术 如今的改革制度却拿他们开刀 让他无法认同 当然我们很愿意在国家危难的时候 能够配合政府的政策 可是这种毫无尊严的要扛就扛 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们真的是心里是非常的愤怒 另外根据内政部统计 原住民族人平均余命约70岁 比全国余命少了8岁 退休制度将从85至延长到90至 延长5年才退休 从平均余命来看 似乎对原住民族人来说不公平 政府大刀阔斧 进行年金改革之际 除了通盘考量 针对原住民族等特殊情况 更应该做更细致的规划 记者Vulsa 台东京风采访报道 要进一步为您整理 的确在今天对广大的劳工来说 您所听到的不是好消息 行政人今天上午宣布 劳保年金改革方案 保险费率将连涨23年 上限会由12%逐年调高到19.5% 也就是未来您每一年要缴的保费 越来越多 同时总统提出来的版本 还下修给付率 确定会出现缴的多 领的少的情况 至于军人年金制度的改革 退休军人优惠存款 比较公务人员的改革 从18%调降为9% 退休金计算的基准 以本阶最后三年的平均年缝为主 目的是要避免有升官 就退休的情况 公务人员退休制度改革草案出炉 行政院也同步宣布 劳保年金改革方案 其中将连续23年调整保费 104年起 从现行的8% 逐年调高0.5% 到125年 费率为19.5% 所得替代基数1.55% 至于年值给付率也确定下修 公务分为假案 前8年维持1.55% 8年后则改领七成月退金 以及已案以淘宝薪资3万为借 3万以下维持1.55% 3万以上调降为1.3% 行政院副院长江英华表示 劳保费率调升至19.5% 不是天调 有在讨论调整空间 但这个数字是参照先进国家 多在20%以上而定出的 这个19.5%的上限是怎么定的呢 一方面是我们参考大部分OECD 也就是先进国家 他们在公共年金的基础费率上面 几乎都没有低于20%的 劳保改革后不仅个人较多零少 经估算到民国125年 费率19.5% 企业总体成本也会增加负担 1245亿元 对此劳委会主委潘世伟表示 要改善劳保基金财务运作 只有透过制度化的调整保费 才能确保未来30年的劳退制度 希望大家能够共体时间 今天如果播的越多 当然相对来讲 现有的对于国民的服务 因为你的国家总预算 相对就会减少 所以这是说跟整个国家财政 要联动来看这件事情 所以最稳当的当然还是整个劳保费率 能够有一个制度性的调整的过程 至于退休军人 优惠存款将比照公务人员改革 从18%调降为9% 军人月退金支领标准 将延长教肖及军官 服务年限1到5年 而退休金的计算基准 以最后三年平均兴奉为主 借此病原有升官及退休的情况 这里面选刘翰林 徐启峰 台北报道 去年4月 宜兰南澳湘南山地区有珍贵的神木 被盗罚媒体当时大篇幅的报导 在北部泰亚洲地区 也成为沸沸扬扬的议题 宜兰检调在过去几个月 就持续追查南山神木盗罚案 经过8个月的调查 赫然发现其中有5名当地的远警 涉嫌泄漏警方执勤的动线 掩护盗墓 然后再收取变卖赃款的回扣 宜兰地检署在昨天 清晨就查获大批遭到 不法盗罚集团窃取的原木 制成品大约300多件 总重量达到82吨 约谈总共含远警19个人 涉案的5名远警当中 有4名是原住民级的远警 漏夜征讯到了今天凌晨 三位远警跟7名盗罚人员 被依违违反森林法受贿 而且有串攻逃亡之与生涯禁件 原住民族地区的盗罚案 现在再度蒙上阴影 吊车吊着一件件窃取而来的大型葬墓 宜兰地检署1月29日清晨查获大批遭到 不法盗罚集团窃取的原木 制成品约300多件 重达82吨 另外有吐字枪子三把 大批无线对讲机 以及卫星定位等等 检查发现宜兰有三大盗罚集团 但难以追弃 怀疑有内神通外鬼的嫌疑 分别在宜兰 汐止 苗栗三亿 南投积极等山区进行搜索 骸人发现涉案的人员当中有五名园警 也包含了两位地区园警和三位森林警察 分别是石姓侦查佐 蔡姓警员 蔡姓康姓和阳姓三位森林警察 其中四名是原住民级的园警 蔡姓两人还是兄弟 石姓侦查佐则三大盗罚集团之一的首脑 检调随后约谈五位园警和14名盗罚集团成员 经漏夜征讯 骁人警以及七名盗罚集团 以违反森林法却取国有林木 受惠且有串供逃亡之余生涯境界 经过八个月的监控之后 就发现确实有原警与三老鼠 一起来盗罚这个山林 所以在昨天发动搜索 然后把这些涉案的原警三老鼠都约寻盗案 其中三位是原警是认为说涉嫌违反贪污自卫条例 涉嫌重大 有创征之余向法院生理寄压境界 那其中七名是三老鼠 也是有反复实施违反森林法之余向法院生理寄压境界 那其余的有刺回又有交保的 罗东林管处表示从101年9月起 在执行森林弃查盗罚集团任务时 就发现有些原警配合度有异常的现象 疑似有原警与盗罚集团勾结 主动通报检察官配合检察官的指挥 在现场设置微型摄影机长期收集犯罪证据 检察官那边其实他们在去年的南山案以后 其实陆陆续续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讯息 那也在做一些监控中 然后后续当我们就配合检察官的调查 有一些该监控的我们都工作在 我们领管处的同仁都去配合做 这些监控等等的这些的作业 原来宜兰地检署在去年宜兰南山神木 盗罚案件后就紧罗密鼓的监控 这次动员上百名警调同时搜索 经过八个多月揪出监守 知道警员惊人的内幕 这次台湾第一届森林警察和地区警察 共同包庇盗罚集团的案件 记者当地部马耀宜兰兰罗东采访报道 在大高雄地区的观众朋友 不知道您晓不晓得今天喝到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水 因为高平溪上游被不明人士 倾倒有机肺溶剂被严重的污染 自来水公司高雄集水厂即刻停止供水 这导致今天高雄地区两万五千户 无水可用或者水压被降低了 一大早自来水公司就不停地出动水车供水 民众大骂污染的元凶实在太扼执 生气之余也同时批评水公司 应变能力太差 而自来水公司只是表示 目前元凶还没有抓到 高雄地检署则是已经派检察官 介入侦办 大高雄自来水遭污染 推测是在高平缆河宴上游 遭不明人士侵到有机肺溶剂 自来水公司第七管理处表示 水源没有毒性但抽毒升高 已经将缆河宴内的原水放掉 紧急调度南化水库支援 每天人缺水四五万吨 陈青湖集水厂都快要见底 时隔第二天元凶人未抓到 河川的乱清道的那个前者 都透过环保单位来查核 或者是高平区流域 他们都有这个前者 我们假如说发现到疑似的话 一样还是要透过这些单位去查 水车已至本社区 请住户下楼取水 谢谢 一早自来水公司 水车就不停出动 社区民众提着水桶 脸盆要赶紧除水 从29号晚间开始 无水可用 还有人无法洗澡 直到停水原因是遭人清道 肺溶剂污染 忍不住痛批 太可恶 很可恶啊 那个一直抓到要滑住一点啊 甚至有民众不满 自来水公司应变能力差 自来水公司反应怎么会这么满 因为昨天晚上就发现了嘛 为什么昨天早上 昨天早上 颜色对那味道更重 都没有通知啊 人文因素导致大高雄 25000户停水或是水压变低 而这也是即13年前 遭环保公司烂倒废容器后 又一起重创用水安全事件 而高雄地检署已指派检察官 扩他侦办 记得旅船猫招全 高雄报道 高雄市政府日前对于在高雄桃园区 种梅子 桃子跟李子的原住民族果农 开出法单 认为原住民族违反水保法 原住民级的市议员 持续被一个市府水利局的预算 因为认为市政府罔顾 原住民族的生存需要 市议员 原本打算全数搁置 水利局今年度52亿的预算 最后由于水利局同意 即将会协调高雄市原民会 一起来订定自治条例 为山区原住民级的果农 在山坡地种果树来解套 伊士丹大巴英阿尔终于放行 但依然搁置水利局 一亿多的预算 要求市政府要妥善解决 对原住民族果农开发的问题 高雄市议会在本周持续进行 102年度总预算审议 市议员伊士丹大巴亚夫政府 不满水利局对桃云区布农族人 有种植梅子桃子梨子 开出违反水土保持罚的罚单 提出全数搁置水利局 52亿年度预算 认为水利局相当不尊重原住民族 我们已经有六个人被开发 是灾民 开发十万块 那么后面还有入戏 两三百户的地址 也接到所谓的水保 违反水保开发 而现在市政府对原住民族人 不尊重 不公不利 但是在原住民族 都是林业使用 那林业使用的话 就不能做一些农业使用 所以变成说 桃云这些都是不能栽种的 那当时我们是 中央也就是希望能够 在辅导方式 用奖励金的方式来处理 水利局局长李贤益回应 针对树种已经请示中央 希望尽快将梅 桃梨等树种 纳入造林植物 再寻找相关法令来解套 不过议会预算审议中 双方多次讨论 伊斯坦大贝亚夫政府 推让放行大部分预算 各自一多元水土保持预算 直到开发问题解决为止 有关水土工程 水土保持的 一多的预算 我用这一笔预算 各自这一条 然后我们来 阿尔协商考虑 这个开发的案件 要如何处理 你们解套的办法在哪里 否则的话呢 我这个一会删掉 我是吃大利是新币的 我做法就能做法 暂时搁置了 其他 请你照案 拷过了 有其他一件 还是这个先处 跟这个没 其他这个先搁置了 最终结果 同意放行水利局大份预算 而暂时搁置一亿多元的水土保持等预算 等待市政府提出解套方案 才同意恢复预算审查 记者母定 高雄市议会采访报导 花莲县议会 这是在昨天通过了 维护自然生态永续发展自治条例草案 这个花莲县长 傅昆奇就任以来 一直推动的八部政策 法治化了 未来地方上要开采包括石矿 砂石以及电动游戏厂执照申请等等 县府现在将由法员可以禁止 虽然地方上有少数议员坚决反对 但多数议员跟环保团体都认为 县府的做法相当正确 也很罕见的 在这一次傅昆奇的做法 获得环保团体的肯定 花莲曾经传出多起稻采砂石与电玩弊案 县长傅昆奇2009年底上任后 宣誓要推动八部政策 其中包括禁止开发山坡地 禁止开发公共财 不准设置新的砂石厂 也不准电动游戏厂申请等等 但由于没有法员依据 花莲县议会29号以多数决通过 维护自然环境生态永续发展 等三项制制条例将八部政策入法 花莲县政府是台湾率先 正式把八部政策把它法制化 与法有据正式来禁止 相关这些产业破坏地方的整体的景观 跟这些长流子孙的这些青山绿水 我们从今天开始 我们有正式的这样的把关的条例 能够让我们行政机关 有充分的力量来捍卫 花莲这块净土 但有部分议员认为 八部政策其实有碍地方发展 尤其开采沙石 其实也是事实数据 县府虽然有设总量管制 但管制内容应该明定清楚 否则将难以取信社会 总量管制你量 你要精算出来 你不能说只有嘴巴 讲一个总量管制 环保团体对于总量管制也有意见 但对于县府将发布政策法制化 持肯定态度 具体落实的其实它也只是在规范 本来应该遵守的规范 潘宁县政府表示 目前三项自治条例 虽已通过 但总量管制数据 以及方式都还没有具体内容 县府将在三个月内提出修正 送议会再审 征修条文并不会影响 已经通过的自治条例方向 记者温家凯 欢迎报导 台东县政府 针对县境内所有的乡镇 进行环境清洁评比 结果蓝宇乡排到了最后一名 相关所表示 当蓝宇涌入大量的观光客 垃圾又没有分类 再加上去年天平台风重创蓝宇 导致现在一进入部落 就可以看到垃圾满地 觉得蓝宇很脏吗 不止台东县府的评比是如此 现在也有在地的居民 有部分的乡民也有相同的看法 满地的垃圾 还有小狗爬上垃圾桶内 寻找食物 并且将垃圾洒落满地 甚至还有乡民的废铁 及杂物堆砌在路旁 环境相当沾乱 而台东县正是 环境清洁烤河 沉积蓝宇乡最后一名 就有居民认为 大家应该要一起 维护部落环境 蓝宇真的很脏啊 你没有看到蓝宇的环境吗 对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自己人 自己在破坏的吧 因为不可能是游客啊 而且你看道路 不管是洋大便 然后垃圾啦 这个都没有人在管 一早蓝宇乡公所 清洁人员就戴着口罩 将大型垃圾箱内的垃圾 丢进垃圾车内 而随着蓝宇观光逐渐兴起 大批的人潮涌进 也制造了大量的垃圾 乡公所表示 目前人力及设备不足 是最需要改善的地方 目前有一个困难点 就是人力的部分 我们很欠缺啦 然后再过来就是设备的部分 很欠缺 我们在收垃圾的时候 我们在收垃圾的时候 我们收垃圾的时候 我们的乡民 就是我们家机啦 或者是冰箱啊 或者是 他们全部一起丢在垃圾厂 对于蓝宇乡环境清洁考核 成绩垫底 公所表示会仔细检讨 公所也会积极的办理 环境教育宣导 提升族人环保观念 并呼吁蓝宇居民爱蓝宇 就要维护蓝宇环境 接下来我们打算 台东蓝宇采访报道 经过一个多月的抢修 苏华公路终于赶在年前通车 今天清晨五点开始 开放全线双向通车 清晨三四点开始 就已经有民众开始排队 要等着上苏华公路 公路总局表示 这一次通车开放所有的车种 不过当经过灾害路段 也就是115.8公里处的时候 您必须要降低速限到25公里 大车的车距也要保持50公尺 确保安全 如果没有任何意外的话 苏华公路将从今天开始 开放到2月19号早上8点之前 凌晨四点多 苏华公路宜兰端入口 已经排起了长长车阵 驾驶人等着上苏华公路 抢修一个多月 苏华公路终于赶在年前 30号不限制车种 全线双向通车 由于制造业年前赶工 运输需求量大 一整天下来有不少重车 穿梭苏华公路 不过路况大致良好 没有用色 今天都很顺 今天很顺是不是 大卡车很多 路况还好吗 还好 公路总局表示 苏华公路灾害路段 115.8K处 切山扩挖工程完成 山壁上已经挂网 防止落实 不过经过这个路段 有速线25公里 大车车距也必须保持50公尺 为了预防天气不稳定 灾害路段南北两端 都有保全24小时驻守 不排除万一大雨落实 是情况封路 虽然灾害路段目前 路面和路基都没有安全问题 不过公路总局将在年后 2月19日起到5月31日 进行下一阶段补墙工程 将灾害处下方 从河床到边坡 进行地基补墙作业 到时候会以耗制控管 单线双向通车 记者薛安英雷琪一览报道 好来看都会区的交通 这是连接新北市 五个行政区的台65线快速道路 明天中午也要通了 台65线快速道路 从明天中午开始 要全面通车 一共12.8公里的路段 可以连接国道1号跟3号 贯穿了新北市的泰山 五谷 新庄 板桥 跟土城 这些都市原住民族人口 相对密集分布的地区 在不塞车的情况之下 从五谷到土城只要13分钟 加上台64线 跟28号通车的新北环块 等于新北市的三横 三纵快速路网 已经全面完成 直接服务361万人 而当地的民众最希望 台65线通车 真的可以改善 上下班塞车的情况 原东来异乡 历经88丰灾重创 三百多户 受灾居民签注新来异部落 在今天设置新来异部落 工艺产销中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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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到原市晚间新闻 根据内政部最新的统计 花莲县全县的人口下滑了 不过县境内的原住民族人口 在过去十年增加了 花莲县一直号称三十五万人口 但实际上那是九十二年底的人口数 九十三年就下降到三十四万九千一百四十九人 之后持续每个月下滑 到一百零一年十二月底 仅剩下三十三万五千一百九十人 但是花莲县原住民号称 总人数人口八万多人 从民国九十年的八万五千一百三十五人 逐年增加 在九十八年突破九万人 直到一百零一年十二月底 总人口数已经增加到九万零九百七十六人 而这些成长率跟九十年颁布的恢复身份法 及经济景气下滑 回向工作 生育率提高都有相当关系 那么它为什么会增加呢 我想跟县长这个奖励生育 也是有关联 大家这个加护所得也提高了 大概在生育方面这个观念上 也不叫没有那么保守 在回复身份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从母性取得原住民身份的 这些原住民 增加了不少的人 那么近几年 那因为这个经济不景气 很多本来已经把户口迁居到像桃园 新北市定居的一些原住民 因为大环境经济状况不佳 在中高龄失业之后 都又回到了部落 全县人口数一路下滑 但户数却是一直增加到最高新纪录 从民国八十五年到民国一百零一年 十二月底成长率约百分之二十 这十年来花莲县总人口数 每年平均以一千七百人逐年下滑 但原住民这十年来平均以五百多人攀升中 目前花莲县原住民人口数 已经占全县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七点一四 也就表示一百个花莲县人 就有二十七个是原住民 比一般人常说的四分之一还要多 花莲县山地原住民有三万五千二十八人 占全县人口百分之十点四五 平地原住民五万五千九百四十八人 占全县人口百分之十六点六九 那时候是想说回来的话就是 因为家里就只有爸爸妈妈 然后他们现在也六十几岁 想说就是可以 因为离开家里也快四年了 想说就是可以跟家里多一点相处的时间 一个原因是因为家人都在花莲 那也想要 因为之前都在外地念书 所以想要多花一点时间跟家人 然后再来的话 另外一方面是家族自己就有事业 所以想要回来 花莲县总人口数其中男性十七万两千零六十四人 女性十六万三千一百二十六人 男女比例约一百比一百零五 花莲县平均寿命为七十五点七岁 而内政部在九十九年统计全国原住民平均寿命为七十点三岁 女性寿命平均为七十四点七岁 而男性平均寿命仅六十六岁而已 花莲县人口减少是瘦身欲低 少子化影响 整体来说花莲县的生育率持续降低 少子化可以预期 不但会影响学龄人口数量的国民教育体制 也会带来劳动力衰退与人口老化问题 更将影响未来我国人口结构 对整体社会经济之冲击不容忽视 记者卡照花莲县市采访报道 来到屏东 屏东来一厢历经八八风灾重创 三百多户受灾的居民签注新来议部落 现在在新来议部落设置了公益产销中心 剪下红色彩带 新来议部落公益产销中心举办开馆典礼 为了推动新来议永久屋的部落产业 馆内展授了部落公益 以及山芋有机蔬菜为主的农特产品 而二楼的故事馆展示了来议居民历史 以及历经八八水灾蜕变的过程 同时将建置石板屋体验区 传统植物园区与公益产销中心结合 未来在公益产销中心产权移转之后 将委外辅导部落社团承接经营 因为这个产权的部分还没有移交给我们的单位 所以目前是在一个事办辅导 我们工作坊跟地方在地的一个工作室 为主的来经营这样的一个产销中心 在我们的产权比较给我们单位之后 我们可能会做一个委外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未来屏东县政府将在附近规划 大潮州人工湖与一千公顷的森林公园 并结合乌拉路子部落咖啡馆 新来意工艺馆 带动永久屋部落产业发展 不过对于已开馆四个多月的 乌拉路子部落咖啡馆 目前尚未正式淫喻 当地居民担心恐怕会变成文子馆 屏东县政府原名处也做出回应 产销馆是我们红十字总会所协助兴建的 所以目前的产权会登记在县府的名下 那我们县政府现在也在朝着 把管理机关变成泰国商务所来管理 目前泰国公所正在规划 要委外营运的一个计划 目前大概会在不久以后 就会去正式公开对外招标的流程 成立产销中心是新来意永久屋 跨出产业发展的第一步 能否带动永久屋部落的经济发展 将取决于公益产销中心 未来的营运策略 记者歌社屏东新比赛访报导 第四届全国原住民族语戏剧竞赛 即将在2月23号举行 阿美族的歌手卢学瑞 在这一次担任活动的代言人 参赛者在舞台上落落大方 说着流利的族语演戏 这是全国原住民族语戏剧竞赛的比赛画面 借由戏剧的方式来学习族群语言 而第四届的全国原住民族语戏剧竞赛 即将在2月23日开跑 共有来自全国48个团队参与竞赛 相较去年的37队 这次竞争更为激烈 而活动也邀请了阿美族歌手 卢学瑞担任代言人 阿美族歌手卢学瑞从国小 国中高中都是族语竞赛的长盛军 由于父母从事文史工作者 所以能接触到自己的族语 除此之外 卢学瑞也会主动向长辈学习 也渐渐地认识了自己阿美族语文化 我愿意去跟就是我的夫妇 就是奶奶爷爷奶奶 就长辈们然后讲话 对 因为我就觉得 他们讲话好特别哦 一开始是这样觉得 然后就想要去听他们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听不懂 可是等到之后 你慢慢地了解到他们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多语言其实 真的是你不是用国语可以讲得出来的 因为像阿美族有很多的 尾音语助词都很美丽 这次卢学瑞透过自己的影响力 来呼吁大家重视原住民族语言的重要 并能借由全国原住民族戏剧竞赛 一同将原住民族语传承 接着我们这样8号台北市采访报道 第35届金岁奖 以及101年度优良剧本奖的 入围名单出炉 结果在剧本奖28件入围作品当中 有两位原住民级的编剧入围了 现场播放着学生所制作的电影作品 30日公布了第35届奖励 优良影像创作金岁奖 即101年度征选优良剧本奖的入围名单 而在金岁奖的部分 评选出一般作品奖27部 学生作品奖26部 共计入围了53部的短片 另外在剧本奖的部分 则入围了28件剧本 内容题材有原住民 新住民 爱情故事等等 比起网年多元丰富 学生的报名有110部 显示我们台湾电影扶持以后 年轻人就是大家愿意参与 我们台湾电影的制作 在《月亮剧本》的部分 总共有254部的剧本来报名 入围有28部 内容跟题材都比网人更加多元 更丰富 还有更大 这次在入围的剧本奖28件作品中 就有两位原住民级编剧的作品 收到评审肯定 一位是泰亚族导演兼编剧的陈杰瑶 以只要我长大剧本入围 这也是陈杰瑶第二度入围 有两剧本奖 感谢评审可以看见我们的那个 就是原住民的剧本 因为我的剧本是用比较 比较威胁有趣的方式 可是我探讨其实还是蛮严肃的 那个部落小朋友的教育或生活的问题 我觉得就是因为原住民故事很多 然后很希望说就不管在剧本讲 或是电影可以多多被发掘 另外一位则是来自花莲卓西乡 布农族的叶绿绿 作品都以原住民文化为背景 也在两年当中三个所编写的剧本 受到了新闻部与文化部的肯定 这次则以乌沙崖战魂剧本入围 两年当中有三个剧本 都在新闻局跟文化部得到肯定 故事内容大概都是在说原住民的故事 开心是一定的 因为其实写剧本的路 它并不完全就是这么顺畅的 就是你还是会遇到一些错子 比方说可能我们剧本 又拿去公司去投案 然后被拒绝了 那可是但是又可以在 这么中央级的单位被肯定 当然心里是有很大的安慰 原住民题材的剧本作品 能在294件投稿剧本作品中 展露头角 也让原住民文化议题 有机会被大众看见 3月15日也将举办 电影剧本奖的颁奖典礼 届时就会揭晓获选名单 就等着把号台北市采访报道 大约16年前 新北市的巴黎焚化厂周边 挖出了下谷坑遗址 考古学者就大胆预测 下谷坑遗址跟平浦凯达格兰族 是有关联的 目前相关的文物 正在新北市巴黎展出 一件件人类头骨动物化石 以及跨越新旧石器时代的文物 呈现在眼前 这是新北市环保局在巴黎焚化厂 举行的下谷坑遗址标本展 这次展出下谷坑的遗址文物 都是由这位住在林口区太平里的文石工作者 张欣福 从民国86年开始搜集 当初原本是要搜集垃圾掩埋厂 偷牌废水的证据 无意间发现经过人工切枣的石块 开启他密集收集石头的兴趣 那无意间就发现 奇怪 潮尖带怎么一些石头 好像都是产生一个破片 但因为在海边久的话 我自然而然想法是 那个非常硬的石头 它不应该是造成一个破片 所以那时候我就拿起来比对 那又看到有一些其中一些破片 还有刻意加工做一个辅助之类的 张欣福将这些收集累积数万件的古石器 桃片交由中研院进行鉴定 也大胆推测 当时居住在这里的居民 可能是远从长江三峡迁徙而来 而下谷坑遗址的新石器时代 出土文物也包含了大奔坑文化 迅塘埔文化 圆山文化 十三行文化等文物 加上十三行文化与凯达格兰族 有密切的关系 因此也推测下谷坑遗址 与凯达格兰族有关联 校庚遗址 它的一个文化内涵 包含了一些动物的化石 还有疑似旧石器时代的石器 还有新石器时代的石器跟陶器 甚至一直到近现代的一些陶瓷的标本都有 那时间的跨度呢 有将近到一万多年 这个遗址里面出土的一些 采集到一些十三行的标本 那研判应该是跟台湾早期北部的凯达格兰族是有一些密切关系 那至于说确切的关联性 可能还需要后续的一些研究 学者也表示下谷坑遗址发现的石器又大又重 在台湾考古史上十分罕见 从大小与制法上与同为此前遗址的台东长兵文化呈现极大的差异 而下谷坑的由来就是由于巴里地区的海岸 多属于沙滩地形 因此居民都利用一种叫做千古的方式来捕鱼 然而这里却意外发现了有跨越新旧石器时代的遗址 命名为下谷坑遗址 海地在三年前发生死伤惨重的大地震 很多人虽然幸运生还 但是也因此肢体惨障 一位年轻的专业舞者乔治 在地震过后他被迫右腿几只 但是他装上了一只历经三年的腹剑之后 如今又重新站上舞台 在海地这家舞厅的舞池里 身穿红色条纹衬衫的乔治 正和舞伴一起开心地跳舞 熟练的技巧和轻松的舞步 丝毫看不出来他和身边的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 三年前海地发生一场瑞士规模7的大地震 造成至少30万人丧生 幸运存活下来的人当中也有多达6000人 因为受伤而从此肢体残障 乔治就是当中的一个 他被埋在自家公寓的瓦砾堆中 长达三天才被救出来 送往以色列治疗后 命是保住了 但右腿膝盖以下却被迫进行截肢 这对身为专业舞者的他来说 无疑是生命中的一大打击 但乔治并不气馁 装上抑制后 他开始努力进行复健 甚至克服障碍 再次练习跳舞 和舞伴一起练舞的乔治 尽管跳舞时的脚步 没办法向以前移动得那么快 也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 把舞伴扛在自己的肩上旋转一圈 耍一些高难度的花招 但是Salsa Cha-Cha Lumba 各式各样的舞蹈 还是一样都难不倒乔治 一举手 一头足 就是十足专业的架势 三年前曾经连自己能不能活下来 都不知道的一个人 如今却能重新站上舞台表演 乔治现在不但自己开班授课 还报名参加拉丁舞大赛 借由自己最热爱的舞蹈 再次展现生命的光和热 也为其他同样在地震中 受到创伤的幸存者 做了最好的示范 记者甘薛薛报道 国内有研究团队 已经经由白老鼠的动物实验 证明珊瑚萃取物 可以治疗发炎性跟神经性的疼痛 五彩缤纷的珊瑚 在环境生态上扮演重要角色 现在更有学者发现 珊瑚萃取物 具有止痛效果 在治疗神经性病变的疼痛方面 效果甚至比马飞还好 一些子型商务里面 确实有找到三个化物 对于神经病变性疼痛 类风湿性关节炎 还有发心伤症症 在动物实验上得到一些不错的效果 目前人类的药物超过五成 来自天然物质 不过绝大部分取材自陆地生物 国内学界认为 台湾海洋资源丰富 具有开发海洋药物的潜力 因此锁定非保育类的软珊瑚 进行研究 罹患退化性关节炎的白老鼠 注射珊瑚萃取物之后 疼痛状况明显好转 多项动物实验也证明 珊瑚可以延缓神经退化 或修复伤口 截至目前为止 这些成果已经取得 国内外共六项专利 按照这样的时程的话 如果假设后端有产业 或是有药厂的一些产女的话 我相信在大五到八年 实际上是有机会来宣告 这个化物是不是 除了研究珊瑚的疗效 学者也同时开发 高密度半开放式循环养殖系统 只需从自然界取回 少量的活体软珊瑚 就可以大量繁殖 而且经由珊瑚 吃过微生物的海水 重新排回大海 也不会造成污染 希望可以在不冲击 海洋环境的前提下 运用珊瑚资源 记者东芬许正俊高雄报道 好 又到了山海气象时间 在今天气象主播阿布斯 来到现场 阿布斯请说 是的 古拉随着观众朋友 我们遇上 今天来到现场时间 心情非常开心 因为今天各个地方 天气都很不错 阳光普照 就唯有在墾丁 屏东牡丹乡 还有试指乡 这一带下了一点点的雨 但是其实影响都不大 那明后两天 这天气的心情又是如何 我们首先通过东亚的微星图 一同来掌握一下 我们从图上去可以看到 整个太平洋高压的势力 是蛮强的 而且云量是比较少 所以其实各个地方来说 明天都不太会下雨 就是受到一点 南方水气的影响 在比较南端的墾丁 还有屏东的牡丹乡 石子乡 偶尔会降一点 短暂的零星雨 但其实影响都不大 甚至明天 白天的高温来讲 还会比今天来的热 所以从下一张图 可以掌握得更清楚 我们从地面天气图上 可以看到高压出海之后 明天其实很明显的是 垂冬风 各个地方的高温来说 都有机会超出25度 甚至整个西半部地区 还有花东的山区 紫外线都是会比较强的 但是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会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 像是在整个嘉义云林这一带 还有包括中部的日月潭 还有我们整个北部的淡水 像乌来这些地区 清晨大概温度只有在10度左右 像今天日月潭清晨只有9.8度 但是到了白天 阳光一出来之后 温度就会上升十几度 所以就要提醒观众朋友 就是要适时的注意温度上的变化 注意温度上的保暖工作 但是山区 这个入夜的温度会更低 像是在阿里山 梨山 还有我们在宜兰太平山 入夜低温大概只有5-6度而已 所以山区的朋友 更需要留意这个保暖的工作 那我们预计像这样 白天阳光会出来的稳定的天气 持续会至少会到星期五 所以要请请观众朋友 好好的把握了 而就更详细温度上的变化 我们一同看到详细的山海气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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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管新海上的天气变化 由于等压线是比较松散 而且是吹东风 所以近海浪高来讲 都不会超过两公尺 但是远洋周人朋友要特别留意 因为在菲律宾的东部海面上 受到低压云带的影响 风浪是比较强 而且又有明显的雨势 所以在附近作业的船只 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了 这里带你看到近海的渔业气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提醒观众朋友 明天全来各个地方 日夜微差都大 所以白天的时候 都要注意做好防晒 防磁外线的工作 但等入业之后 就要做好保暖的措施了 以上就是为所整理的天气预报 接种把时间交还给古拉斯 好的 非常谢谢阿布斯 在今天来到山海气象 感谢阿布斯 也感谢观众朋友 您在今天的收看 如果您有相关的新闻题材 要提供给原市 或是您对刚刚看到新闻内容 有任何的建议 都欢迎您拨打原市的客服专线 0800 211000 我是古拉斯 祝您平安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想经历节目中高手过招 紧张万分的精彩对决吗 不落心舞台特别企划制作 9级精选集 由感动的 难过的 斗志的 欢笑的精彩画面一一重现 仅请锁定 每周日晚间7点半到9点半的 不落心舞台精选特辑 我是胖安 今天我和我的好搭档小福 在河边做一件很酷的事 然后消防员伯伯就出现了 他说我们未买12C 放鞭炮要有大人陪同 而且不能放像冲天炮这种 飞行类的鞭炮 结果爸妈被罚了好多钱 所以我就糗了 相关资讯 要上消防署网站查询呢 今天部落二人族 今天部落二人族来到花莲界可皮部落 帮助部落族人这里加重幻境 接着动手调配油漆重新粉刷 帮助族人将房子打造出全新的样貌 在部落族人的热心参与之下 部落二人族究竟能不能如期完工呢 想知道部落二人族是如何客途重重难关的吗 每周四晚间九点到十点 部落二人族与你来分享 飞自己飞自己我要回首你 淘汰的电冰箱还有冷气急 电视机洗衣机若要就唤醒 那脸蛋抽大将环保好福利 爱地球不环保回首领飞起 谢谢您的行动与支持 欢迎收看《原地发生》 我是彼C马少 我曾经认为他五千万五千万一 这是最初的感觉 他会跳得很棒 他会跳得很棒 egoot 快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